继续利亚媒体8月19日报道,当地时间19日午夜,旭俄联军对该国北部伊德利普和哈马地区的叛军武装发动了总攻,旭俄联军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重火力, 对叛军阵地进行了猛烈打击,给恐怖分子造成了重大损失,据悉俄罗斯空军在仰清旭瑞多日之后,也出动了大批战机,对叛军发动了地毯式的无差别轰炸,在短短一个晚上出动了几十架战机进行空袭,大批武装分子在空袭中丧生,据悉在猛烈的火力准备之后,旭俄联军将展开大规模的地面进攻, 以一鼓作气消灭叛利亚最后的叛军武装,据悉,俄罗斯军方此次出动了大批精锐部队,俄空军派出了苏-34,苏-24战斗轰炸机,苏-25攻击机,还出动了苏-30SM和苏-35战斗机进行战斗巡逻 叛利亚空军出动了苏-22战斗-25攻击机,对叛军进行了压倒性的空中打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俄军方证实,俄罗斯特种部队也参加了对叛军的进攻,他们潜入了叛军占领区进行破坏,同时为空袭进行目标激光指引 这大大提高了俄军空袭的精确性,在强大的火力面前,伊德利普的叛军武装,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大批武装分子要么在空袭中丧生,要么在试图突围逃跑时被打死,还有大量的武装分子放下武器 向正规军投降,叙利亚军方公布了俘虏的叛军武装分子照片,宣布这些武装分子将拥有战俘,待遇 与此同时,叙利亚军方还出动了大批直升机,在叛军占领区投放船单,要求叛军携带武器投诚,承诺既往不救 这进一步加剧了叛军的内讧,就在叛军摇摇欲坠时,其总后台美军终于介入 美军中央司令布约瑟夫沃特尔上将趁叙俱俄联军的进攻将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导致叙利亚的流血冲突进一步扩大 他警告称,叙俄联军应当立即停火,和反对派展开谈判和平解决分歧 但是颇令人玩味的是,美军上将虽然态度强硬,却没有提及出兵直接介入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军已经心知肚明,如果在战场上迫使俄罗斯让步,那么就更不用指望用言语迫使俄军退让,所谓的强硬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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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